B16乘16是针对于智词跟TMJ 一样先点选去我们挂号系统 再点选去病患 挂号系统中左边下面点选Romassis软体 Romassis软体中确认右上病患的名称 Romassis软体中点选3D影像 拆下夹棒更换固定棒 拆下夹棒更换固定棒 用手指的力量推出夹棒 注意夹棒安装与拆卸位置方向必须相同 确认固定棒位置后插入 锁紧固定棒并轻咬确认已固定 安装下巴托盘 固定头带有分 男女不同 稍微放上固定头带 操作面板选取3D牙齿影像拍摄 操作面板再选取二部 操作面板中选取颅骨大小后按右下确认 右边一样这是美国size 我们如果是要以成人女性的话 是点选7到12岁儿童 成人男性的话是以成人女性这个为主 那右边的话是体型较大的 最左边的就以12岁以下儿童为主 操作面板中选取拍摄范围 操作面板确认范围 160mm后按右下继续下一步 等待中X光机会侦测并患并微幅移动 请病患穿上牵衣 站到脚丫上 再请病患将下巴顶住下巴托盘 照射范围起始线维下巴托盘位置 向上颜色90mm 务病将病患下巴顶住下巴托盘 将病患固定头戴下压 固定头戴下压至额头的位置 请病患轻咬棉卷 确认病患对准眉心鼻头人中三点中心 X光机调整全指线位置 将全指线移动至纯株 再次确认病患投入位置后 按右下确认下一步 再到外面的电脑点选ROMASIS中3D影像 截取 ROMASIS软体连接初始化 ROMASIS软体等待准备完成 再到里面的操控面板上按右下确认下一步 操控面板等待中 再到外面的电脑ROMASIS软体等待X光拍摄 关闭X光室门 当萤幕出现等待X光拍摄后 按住X光即发扭 待即发扭停止闪烁 再按即发扭 按住即发扭 等待即发扭声音及灯关消失后3秒 再放开即发扭 ROMASIS软体3DTMJ拍摄完成 拍摄3D影像拍摄完成后 影像会自动储存 待X光机停止旋转后 再开启X光门 请病患后退 请病患脱下牵衣 将牵衣挂回 结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